5月12日上午,黄晓明在微博中晒语汶川镇区儿童合影并发文悼念汶川地震遇难群众感慨 今天是2018年5月12日,距离2008年汶川地震整整十年了 在我的想象中,经历了一场浩劫的人会变得脆弱、敏感和封闭 但生命往往出乎意料的坚韧和乐观 我相信,这不是忘了伤痛,而是选择把这些经历都放在心里保存好,然后迎接新的生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理事8.0级的地震 整整十年过去了,地震留给人们的痛苦人未消失 5月12日,黄晓明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己在公寓活动中和因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海洋的合照 在我之前的想象中,经历了一场浩劫的人会变得脆弱、敏感和封闭 但生命往往出乎意料的坚韧和乐观 当年汶川地震被压在废墟下22小时,失去双腿的海洋 他现在长大了,总是用自己的笑容给身边的人带去很多的正能量 他说,我是他的偶像,但其实他才是我的榜样 黄晓明还在微博中,黄晓明还在微博中呼吁人们 珍惜现在,珍惜生活,还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MING PAO CANADA